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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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來講 它是一個今年累月累積的過程 但心臟病也有很多的急症 那這個急症大家耳熟能詳的 包括第一個 最有名的是心肌梗塞 第二個呢 主動脈剝離 第三個是所謂的肺酸塞 這是我們一般在急診裡面 最常見的心血管 尤其在心臟部分的急症 它典型表現出來的症狀 坦白講都是第一個是 突然的胸痛或者 突然的喘 我們遇到心血管的急症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保護自己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角色來看 第一個是我們是當事人 如果我知道我自己過去有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有相關的風險 最安全的做法是 及早加入預防跟處理的行列 尋求專業的意見 去調控自己的風險管理 去控制一些相關的危險因子 來減少發病的機會 如果我們有急症的可能性 第一個動作是 我們平常的藥有沒有帶在身上 或者之前跟醫生討論的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藥物 可能攜帶的 這是照顧自己的方法 對保護自己的方法來說 第一個是一定要冷靜下來 安靜下來 去減少你因為緊張焦慮恐慌 而增加的心臟輸出的需求 因為我們需要讓心臟稍微冷靜下來 心跳緩和些 輸出量要求減少一些 對心臟肌肉來講都是一個保護 call for help 找人幫忙 如果你身邊有人請他幫你的忙 請他幫你打電話叫救護車 打電話給家人 報知他你的動向 坊間或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急救的措施 從實證醫學的角度來講 儘快得到所謂的醫療照護 是真正的不二法門 第二個角度是如果我們不是當事人 我們是陪伴的朋友 當然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 就是想辦法安撫他 觀察他 如果有機會的話 稍微測量他 在急救的過程中 我們會所謂的叫叫ABC對不對 那個叫叫那兩個字 第一個其實是叫病人 要確定他是清醒的 第二個叫是叫別人幫忙 call for help 那當然我們要去檢視一個 需要幫忙的人的時候 除了他的神智之外 我們也很想知道 他是不是有脈搏啊 他是不是有心跳啊 觀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 是不是要開始採取所謂的急救措施 如果我們確定他神智不清 可以找到有人幫忙去叫救護車 我們希望儘快的 對這位昏迷的患者 進行體外心臟按摩 就是在我們的胸前做所謂的CPR 現在的口訣其實是用力壓 快快壓 胸部自然會回彈 盡量不要中斷 因為持續性的對心臟做體外按摩 是明顯增加存活的一個重要關鍵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可能自己會去 比如說公園 和平公園去做慢跑 我們身上可能會帶著一些手持裝飾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相關的不舒服或症狀的時候 第一個是冷靜下來 停下來休息 趕快call for help 想辦法讓自己在一個相對明顯的地方 讓後面來找你來幫你的人 可以盡快找得到你